第三章主要都是有關於向量的部分 所以第三章的作業基本上都是向量的題目 基本上也沒有很難 最主要是讓你們熟悉如何使用向量的概念 我們看三之一 三之一講什麼呢 三之一講的是說 假設今天我有一個向量A 那它的這個X分量 X component就是所謂向量的這個X分量 A向量在XY裡面上 那向量的X分量呢 它的長度呢怎麼樣 是它整個向量總長的怎麼樣 一半 It has as large as the minimum of the vector 就是說我的向量長度是它的這個 我的X軸方向的分量是整個向量長度的一半 那它要你去找出什麼呢 找出這個向量跟X軸夾的這個Tengen值是多少 那畫張圖好了 雖然很簡單也是畫張圖 好 這一題呢就是有一個向量 這個X就是Y 好 這個向量長這樣子 那它在X軸上的分量 這個叫A向量 這叫A向量 好 假設呢 這個A向量呢 我們這樣寫好了 這叫AY它的分量 這叫AX 所以我的AX平方加上AY平方的開根號 是不是向量的總長度 對不對 這個總長度是兩倍的什麼 AX 好 那它要你求Tengen 好 假設這個叫叫Theta講 Tengen的Theta等於多少 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什麼叫Tengen的Theta Tengen的Theta就是什麼 AX分之AY嘛 對不對 TengenTheta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由這個式子來做計算啊 這個是怎麼算 我們先看看 那它只要AX跟AY的底值嘛 所以我們知道AX跟AY是多少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兩邊平方 所以把第一個式子平方 所以我們會得到什麼呢 AX平方加上AY平方等於四倍的AX平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AY等於根號3AX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Tengen 我們的TengenTheta就等於 這個除過去嘛對不對 AX分之AY就等於根號3 好 這個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齁 OK 來我們再看下一個齁 好 好 今天要說什麼呢 我一個向量B 它可以寫成3.0I加上4.0J 那有一個向量A效量呢 它叫做I-J 把它畫一下齁 這個把它擦掉齁 它怎麼樣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來有一個向量我們來畫一下齁 這是X 這是Y 1 2 3 4 5 好 他說B向量是3I加4J 3I這是3 這是4 好 所以這是B向量 這是B向量 對不對 A向量 好 那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它希望這個向量啊 它希望它的向量的長度 menu 跟B一樣 可是方向呢 是平行於A 簡單講它要把向量擺成什麼樣子 擺成在這個方向上 在A方向上 A方向上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希望那個長度是多長 跟B一樣長 對不對 跟它一樣長 所以怎麼辦 怎麼辦 首先我們第一件事情找出什麼 找出A方向的單位向量 對不對 什麼叫單位向量 單位向量就是怎樣 它的長度是一個單位的 對不對 所以A向量的長度 A向量的長度 絕對值啦 會等於多少 1平方加上-1平方開根號 對不對 所以是根號2 對不對 所以A方向的單位向量 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根號2分之1 I減 根號2分之1 J 對不對 好 了解我在做什麼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A的長度現在 X頭是1Y是1 所以A的長度其實是多長 根號2 對不對 A的長度現在其實長度是根號2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求是方向跟A方向一樣 對吧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把這A當成一個新的什麼 單位向量 所以要把它變成單位向量 表達長度等於1啊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的每一個分量 都處理它的長度 對不對 這樣保證我平方向量後 這個A hat會等於1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A的單位向量長這樣子啊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那B向量有多長 因為它希望量值跟B一樣長啊 對不對 所以B向量 我們B向量的長度 等於多少 3平方加4平方開根號 所以這個是5 對不對 所以像A的方向那是跟B一樣長 那我們就把這個長度乘到它上面 就可以了對不對 5倍的A hat就可以了 5倍的A hat就可以了 什麼 等到2分之5 I 減 等到2分之5 J 對不對 這個就是怎樣 我們所要的什麼 新的向量 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好 再來 這個就是向量的乘法啦 我們來看一下 在右圖 右圖 我們來找要找什麼呢 他看什麼 假設A A A的長度是4 我畫在這邊好了 我畫好 好 X Y 那事實上有一個Z炒 這個XY 有個Z對不對 在這邊 是有個Z方向對不對 有個Z方向 是怎麼樣 這個射出紙面的 對不對 因為XY 右手嘛 對不對 XYZ嘛 對不對 右手 好 那他說 A是4 B是3 1 2 3 4 1 2 3 這邊 好 我們有A下面量在這邊 換個顏色 好 這是A向量 好 然後這個B向量 3 好 最後一個C向量 好 他箭頭是直向遠點喔 注意到喔 所以三個箭頭的方向不一樣喔 好 這是C向量 好 這是C向量 所以你知道這其實是5嘛 對不對 好 然後這是B向量 這是B向量 其實你知道它等於3 然後A向量 等於4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A小提他問 A跟B啦 他問 A x B的什麼 A小提是問 大小 B是方向 好 A x B是哪一個 藍色跟紅色 A x B 對不對 好 所以A x B 在數學上 A x B 事實上是什麼 A x B A呢 其實是4I 對不對 去Close什麼 3J 對不對 所以等於12倍的I closeJ 對吧 所以I x J是哪個方向 I x J 所以要方向是什麼 12的正K方向 對不對 所以A小提 它的Menu 它的量值 是12 B小提 它的方向是正K方向 好 這有沒有問題 好 那C跟D呢 它問什麼呢 A x C的量值跟方向 所以 再來 A x C 好 我們來看一下A x C是怎麼樣 所以A還是一樣 4I 對不對 好 那C呢 C是怎麼樣 C是從這邊往這邊 對不對 所以C的向量是長什麼樣子 -4I 往這邊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什麼 -3J 對不對 就是C的方向 對不對 -4I-3J 對不對 好 那Close Close是什麼 兩個相同 我們說平概法則 對不對 我一開始手的方向是I方向 我轉到I方向 就我也沒有轉 對不對 我本來是這裡 我轉到這裡 就是沒有轉 對不對 I cross I就不轉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不要算了 對 這一個 I cross I就不要算了 對不對 這要I cross J 所以等於多少 -12 I cross J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12I cross J 會等於多少 I cross J 是多少 來 這個是I I cross J 一樣對不對 連K方向 等於-12K -12K 好 所以呢 C 也一樣 這個去Close之後呢 會得到多少 會得到是 這裡好像寫錯了 我們大小 大小是 量子大小是12 沒有錯 量子沒有錯 方向呢 -K方向 他講量子跟方向就是這樣子 好 好 這裡有沒有問題 K就是B方向啦 好 最後一個 E跟F E跟F是甚麼 B cross C 好 來 B cross C 等於甚麼呢 B是3J 對不對 Close C C是-4I-3J 好 那一樣 Close 自己跟自己 J跟J 就不要算了 對不對 所以會得到多少 負十二 這時候呢 是J Close I 對 好 J Close I 怎麼Close J方向 往I方向 Close 對不對 就朝裡頭嘛 對不對 所以J A cross I 等於負十二 然後呢 負K 對不對 等於十二K 所以 1 1 它的量子很十二 F 它的方向是甚麼 正K 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這是讓你的練習 甚麼叫做向量的相乘 當然還有一點點這個分配率 對不對 向量的相乘 就是分配率 好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好 這個題材說 我現在有三個向量 3 Vectors 然後呢 分別是甚麼呢 A等於3I加3J-2K B等於負XI-4J加2K C等於2I加2C加1K 那它到底去算 A A.B.C 那B.是A.B.C 那C.是A.B.C 好啊 那這個題目呢 這個題目呢 把這邊擦掉 三個下面 其實A小題這三個項量在空間中 A小題其實問你的問題是 這三條項量圍起來的立體體積是多少 A小題其實問你這個東西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照著它的說法去做 好 那我們先來做第一件事情 A小題 我們先處理什麼 B cross C 對不對 那B cross C 怎麼做 5 J P 好 B是負1 負4 2 C是2 2 1 好 所以這樣算起來就是多少 負4 I 加4 J 減2 K 然後呢 8 K 正8 K 然後 正 I 正 J 講錯了 正 J 然後負4 I 對不對 所以會等於負8 I 加5 J 加6 K 對不對 這是 B cross C B cross C 好 那再來呢 要算什麼 A dot B A dot B B cross C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B cross C B cross C 所以 A 去 dot B cross C 呢 會等於什麼呢 來 我們 A 是什麼 3 I 加3 J 減2 K 對不對 去 dot 注意喔 這個點跟XX是不一樣的 XX是 cross 點是 dot 這個考試的時候不要亂寫喔 亂寫的話是算錯的喔 是全錯的喔 負8 I 加5 J 加6 K 好 那 dot 呢 DOT 呢 只有相同有意義 對不對 不同就不能算了嘛 對不對 I dot I 有值 I dot J 就沒值了 對不對 所以 負38 24 加35 15 減26 12 所以等於12加15 等於27嘛 對不對 好 我們要算錯 我看一下喔 誒 算錯了對不對 12 24 15 哪 哪裡算錯 K值 K值 負的正大 然後這邊的話是 正6 K值哪邊 我家 那就是負 抱歉 抱歉 父母抱歉喔 抱歉 我知道了 等於36加15嘛對不對 負21啦 對 看到嗎 加點乘數還是會算錯 要小心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裡有句話 把肉看了 眼殘嘛 對不對 好 這是A小題 我們來看B小題 A dot B加C 這是A小題 好 B小題 A dot B加C 好 我們先算B加C B加C是多少呢 B加C B加C是 負1跟2 負1跟2 所以等於A去 dot 先算B加C 所以負1跟2 所以是pi 然後第二個是負4跟2 減2j 第三個是2跟1 加3k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呢 A是這一個嘛 對不對 去 dot 他對不對 所以等於3 1跟3 減掉3 2跟6 然後減掉3 2跟6 等於多少 12 3-12負9 對不對 負9嘛 這是B小題 好 好 C小題呢 C小題是 A cross B加C A cross B加C 好 那就再來一次囉 I J K 好 A把他帶進去 A是3 3-2 3 3-2 然後呢 這個B加C 這個已經算出來了 1-2 3 所以等於多少呢 那一樣 9i-2j-6k 減掉3k 減掉9j 減掉4i 對不對 好 所以最後等於多少 好 後面好了啦 所以等於 5i-11j-9k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 37題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時間這麼剛好 那請這一節課先上這邊 下課休息10分鐘